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扬报道 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行踪成迷,专家,或凶多吉少 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现任浙江省里水市委书记的胡海峰 最近的动向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他是升官还是出事的问题正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时政评论人士认为,以当前的形势来看,胡海峰的前景存在急凶未卜的不确定性 或是凶多吉少 胡海峰近日行踪成迷,既没有现身主持重要会议 近日传出他将升任中共民政部副部长的消息,也未得到证实 1月5日,浙江里水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内容涉及学习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相关讲话、批示 以及其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等 此次会议由里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顺泽主持 市委书记胡海峰未现身 而在过去,里水市有关学习所谓习思想的重要会议 通常由胡海峰主持并发表讲话 香港媒体1月3日报道,胡海峰已经返回北京 据称已升任中共民政部副部长 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仍有待确认 此前多次传言称,胡海峰将被任命为 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常委、大连市长等职务 但最终均未实现 而根据中共官方在1月5日发布的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通知 新任民政部副部长为李宝俊,并非胡海峰 胡海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3年12月27日 当天,李水市召开5届5次全体扩大会议 胡海峰代表市委常委会做工作报告并做总结讲话 胡海峰2022年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 同年10月14日随浙江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会议 然而,在10月22日的二十大闭幕式上 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行驾力会场成为国际焦点 事后,中共立即在社交媒体平台启动维稳措施 将相关讯息和讨论一律封杀 在微博搜寻胡锦涛只能看到一些政务官方微博的发文 显示这名中共前党魁的名字已沦为敏感词 同样,在微博搜寻胡海峰时 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 表明胡海峰的名字已被中共列为禁词 全面遭到封杀 截至目前,胡海峰在微博仍然是禁词 今年51岁的胡海峰曾担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 2013年5月开始涉足政坛 担任浙江嘉兴市委副书记 2016年3月成为嘉兴市长 2018年7月升任里水市委书记 成为浙江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书记 是当时备受瞩目,试图看好的红二代 然而,自从出任禁水市委书记后 胡海峰至今已在原地打转多年 他的试图远远落后于许多七零后的副部级官员 自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驾离现场后 胡海峰的试图也成为热议话题 舆论普遍认为 胡海峰已经形同被习近平冷冻 习近平与胡锦涛的关系已不再和睦 胡海峰的前景不妙 分析,中共政局诡异 胡海峰或凶多吉少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胡海峰可能是凶多吉少 陈破空1月7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前有传言称胡海峰升职 但民政部副部长的人选并非胡海峰 而是李宝俊 此外,胡海峰也没有在浙江离水出现 目前是李水市委副书记在主持工作 这样看来,北京也没有出现胡海峰 浙江也没有出现胡海峰 他就有可能是处于某种不明状况 陈破空说 目前中共的政局极为复杂 最近还有传闻称 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正在被调查 许其亮是胡锦涛栽培提拔上来的人 再加上胡锦涛在二十大上被强行驾离出场 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因此,不排除有一些忠于胡锦涛的人对习近平不满 甚至可能会采取反习行动 他说,习近平有一种专制和病态心理 就可能想斩草除根 这种斩草除根的想法不仅可能变向软禁胡锦涛 也可能将他的儿子置于某种软禁状态 不过,陈破空也表示目前的形势并不明朗 如果习近平还尚存一些理智 选择与政治老人寻求和解 与胡锦涛寻求缓和关系的话 提拔胡海锋是其中一个手法 而胡海锋本身对他的权利也不会构成威胁 然而目前的形势不明朗 根据中共目前诡异的政治格局来看 再加上习近平心胸狭隘的情况 胡海锋处于不好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对胡海锋来说就是凶多吉少 陈破空还表示 2023年就是一个失踪年 包括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及众多高级军事将领纷纷失踪 如果胡海锋也失踪 那将在众多失踪案中再添一桩神秘案件 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一直在反习 陈破空还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中共红二代太子党的主流派 一直在反对习近平 他说 自从2018年习近平强行修宪以来 红二代和太子党的主流派就是反习的 再加上二十大时 习近平强行连任 并将前总书记强行驾立会场 红二代太子党肯定反习 只是他们在行动上有多少集结 或者有多少能耐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陈破空表示 李尚福是红二代但目前已经失踪 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也属于红二代太子党 但现在遭到习近平的猜忌并被边缘化 因此 红二代和太子党最终能不能起到作用 也是中共证据的一个看点 他还表示 目前唯一受习近平重用的红二代 是已故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他目前任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鹏是六四屠夫 其家族也是贪腐家族的代表 因此 从李小鹏受到重用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所谓的反腐都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反腐 他说 所以反腐只是一个手段 是为权力斗争服务 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 垄断权力 他还表示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 习近平无论是在2018年修宪 还是在二十大上强行连任 都可能使他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为他除了要花成本夺取权力之外 还要花更高的成本维护权力 但他随时都感到不安全 他搞的所谓的两个确定 反而成了最大的不确定 使中共政局迅速陷入风雨飘摇 动荡不安中 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王朝的末代 他说 这大概就是红朝的命数吧 总得有这么一个人出来折腾 折腾到共产党垮台为止 谢谢收听